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9月的下半旬了 就在前两天 9月最后一个日常的周末当期就这样过去了 虽然是一个小当期 但是依旧上映了很多不错的电影 比如说作为引进电影的镰仓物与和念念手机 还有作为反弹大片的反弹风暴三等 这些优秀的电影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感动 而在9月剩下的两个档期 分别就是中秋节前和国庆节前的档期了 在这两个档期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即将跟大家见面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要在9月22日上映的是十几产时官大作 那就是爱猫之城 就在这两天爱猫之城发布了最终的预告和海报 这次的预告和海报也为大家带来了电影自身的魅力和猫星人的可爱 再过不到一星期 大家就可以到电影院去吸猫了 想想真是令人激动不已 在这次发布的最终海报中 喵星人的魅力也是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可爱的气质也是完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无论是黑白相间的毛发 还是粉嫩的小鼻子都是萌萌哒 而在此的海报标语则是写给猫咪的情诗 这也同时体现出了电影的主持 作为一部记录电影 这次的爱猫之城 并不是简单的说教片 而是在记录的同时呈现给观众们人与喵星人的暖心故事 在预告片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喵星人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情景 在伊斯坦布尔这个神奇的城市里 喵星人四处随意的活动 这跟人类亲密无间 而在街头的人群中也有着很多喵星人的身影 在这个城市里 喵星人并不只是宠物 同样也是居民之一 人与喵星人和城市三者 大和谐关系仿佛水到渠成 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爱猫之城主要讲述的是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城市 喵星人们生活得非常自由快乐 居民们对于喵星人也非常的喜欢 就这样的相处下 喵星人渐渐也成为了伊斯坦布尔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在这座城市里 人类爱着喵星人 喵星人信赖着人类 人类照顾喵星人 喵星人则回应着人的内心 这种共存的美好在其他的地方是很难看到的 爱猫之城此前也在美国等多各国家地区上演过 均取得了不俗的好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